Yahaa Shop Yahaa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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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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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Beepl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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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Long 生活有生活出現的 日常的樂樂 歡迎收看 生活有生活的網絡 Idea 我們讓你變成超級保母 讓你的孩子變成聰明學生 更讓你的居家生活便利無比 現在的主婦什麼都要會 照顧先生 照顧小孩 更要照顧自己 到底如何聰明做家事 才能讓生活更有效率 趕快來看 全能主婦百招 透過這一次再等一百年了 好 大家來看看 要當一個全能的主婦 就是什麼事情都要做得很厲害 對 就不管是帶小孩也好 處理家事也好 所以呢 Be製作單位呢 就費盡千辛萬苦的 整理出一百招 來讓大家都成為一個全能主婦喔 畢竟要當一個主婦 不是只有帶小孩 還要把先生的胃什麼都要照顧好 對啊 好難耶 辛苦喔 現在看看我們有一個寶貝子女的方法 首先寶貝子女片 我們要一口氣介紹七招喔 比如說 讓小朋友不哭的尿招 因為有的時候 就是小孩子哭的時候 其實你不太知道原因是什麼 對 就他可能會吃飽了 尿布也換了 對 然後應該也沒發燒怎麼樣 但他就是還是會哭鬧 對 所以我們當然是指這個 還在嬰幼兒的時候 摸一個地方 竟然是可以讓小孩子很舒服 很安撫的作用喔 是的 那就等一下我們的VCR 會仔細的告訴大家 到底要摸哪裡 然後另外 讓小朋友笑 欸 這很難 你們家小孩子要幹嘛 考演技班嗎 又要哭又要笑 可是真的這個東西就很有用耶 因為那種氣喔 那種吹個氣那種感覺喔 就好像一個笑氣 另外還有這一招 這一招有什麼牌啊 那個吃冰棒不會滴水 用洋芋片的懂什麼用 其實在這邊我就趕快 就先告訴大家 好 這裡 你看 我們比如說吃冰棒的時候 冰棒通常它會有一根棒子 有 所以它叫冰棒 對 那這時候如果說你應該有這種 洋芋片桶 或者是什麼罐頭 罐頭的蓋子 這種塑膠的話 把它留下來 中間割一個洞 然後呢 當你打開冰棒的時候 你最好就從尾巴的地方打開囉 就直接把這個 冰棒的這個棒子呢 穿到裡面 這樣子 給你的小朋友吃 這樣它這樣滴滴滴 都會滴到這個圓盤之中 保護幼兒的 安全圍欄 圍欄 圍欄 就是把那種塑膠的這種 按摩步道墊呢 放在 你不想要讓小朋友去的地方 比如說放在廚房前面 給它放一大排 小朋友一看 很痛 很久不會過去 那如果呢 它想出來的時候 踩到那個會痛 這時候它如果 哭的時候呢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那就是用這個聲音 來是讓它轉移注意力喔 可是這個東西 其實最好用的就是在那個 還在降寶時期的地方 然後英幼兒這個聲音 它就會 它就會看醒你來囉 對啊 因為這個聲音呢 它就是跟小朋友 在母體中聽到那個洋水的聲音 其實很像 好感人喔 原來洋水裡面都是做膠帶的 真的 全都是不可燃啊 好可愛 還有一招 對 還有一個 就是電視的那個 沙沙沙沙沙的聲音 都很像那一個 在肚子裡面 聽到的那個雜音 所以這麼精采的 有關於寶貝子女篇 我們今天呢 在全能主婦100招裡面 我們先來看看囉 是的 我來寶貝子女篇 密西亞 多多 Good idea 趕快進入寶貝子女篇 讓小孩不哭的妙章 小寶貝無緣無故哭鬧得不停 該怎麼做才能止住他的淚水呢 來來來 趕快伸出我的一氧指 只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用指腹輕壓小朋友的耳洞周圍 給他按摩個幾下 就像是這個樣子 這麼一來 小朋友就會停止哭泣唷 真的有那麼神奇嗎 你不信嗎 沒關係 那就來個街頭實驗囉 讓我們證明它驚人的效果 看看這位哭成累人兒的小寶寶 來來來 媽媽抱抱唷 還是哭哭不停喔 糟糕 沒關係 用指腹輕輕地按摩耳洞周圍 不會吧 只是這麼輕輕地按個幾下 馬上就有神奇的事情發生 小寶貝居然不哭了 還躺在媽媽懷裡撒嬌呢 我們利用按摩耳洞周圍的神經 來達到安撫小孩的功效 經過實驗 成功率高達百分之六十喔 你的小孩莫名其妙地哭鬧了嗎 趕快試試這個妙招吧 小孩發笑的妙招 寶貝 可愛 媽媽幫你拍照 笑一個笑一個嘛 哇 逗了半天 小寶貝都不笑 該怎麼辦呢 正回我的秘密武器就是吸管 沒經過吧 只要朝著小寶貝輕輕地吹一口氣 保證她就會破題為笑 馬上讓你拍下她燦爛的笑容喔 不相信嗎 馬上來做個接頭實驗囉 來 媽媽要拍照囉 不笑 沒關係 只要用吸管對臉上吹一口氣 嘿 你看 小寶貝笑得好開心喔 很厲害嗎 這位愁眉苦臉的小朋友 讓我對你的臉吹口氣 你瞧 這不就開懷大笑了嗎 厲害唄 買粉不沉澱 說到泡牛奶我可是最在行的 不就是奶粉加上適量的熱水 不用太多就像這樣 接著二話不說 打圈攪拌個幾下 簡單得很內 不過往往會有個小狀況 到處來一看就知道了 這底部可是有不少的粉粒結塊 無法溶解 真糟耶 今天就要教你一個 讓奶粉完全溶解的好妙招 首先在杯中加入奶粉 跟平常一樣 倒入適量的熱水來沖泡 不過接下來就不同於以往 不要繞圈式的攪拌 而是以前後來回的攪拌開來 大家看清楚了嗎 只要這樣半個幾下 喝完牛奶時就會發現 底部是一乾二淨 完全沒有粉塊的沉澱 這是不是很神奇呢 我們漂亮成功囉 平常泡牛奶或是粉類飲品時 我們都是以繞圈式的攪拌 這會使得水流的方向移致 形成漩渦 顆粒很自然地往中心集中 所以不容易溶解 當然就會有粉粒沉澱在底部囉 而前後的來回攪拌 可以破壞水流的方向 形成一個亂流的局面 這麼一來顆粒就會往四周分散 自然也就易於溶解 底部也不會有粉粒的沉澱囉 記得只要換個方向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大家試試看囉 準備好極溶奶粉就可以讓咖哩變不辣囉 不信啊 做做看就知道了 在辣咖哩裡面加上一大匙的奶粉 好好地攪拌均勻就行了 找幾位怕辣的小朋友實驗看看 就能見真章囉 來小朋友別客氣 大口吃沒關係 咖哩已經變得不辣囉 而且加了奶粉 更是增添了濃郁的香味呢 你看不是我吹牛 這不是吃的盤底朝天意猶未盡嗎 真的是太神奇囉 我們又再一次地締造了一次大成功呢 你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嗎 原來奶粉的乳脂肪 會包覆咖哩中辛辣的分子 所以大人吃的辣咖哩就變得不辣了 主婦們也不用多餵小朋友煮不辣的咖哩 家裡奶粉就行囉 穿衣服的妙招和幼兒安全圍欄 在這邊我們也趕快再教小朋友一下 我們就是因為你看馬上天氣要變涼了 小朋友我跟你講 最不會穿的就是小外套 他為什麼不會穿 因為小朋友可能我們大人可能很習慣 但是我們也是走這條路過來 他會這樣子有沒有 這隻手就一直沒有辦法伸到 那個袖子裡面 他會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對 這樣好久好久都就會不起來 對 然後通常也都是大人 老師們幫忙的 可是如果這時候 能夠讓小朋友學會 在幼稚園的時候就會自己穿外套 那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真的 好 那我們今天我們草莓 幫到小朋友來為我們做示範 好 一件外套 然後你就要先把那個頭 這個就是頭 頭的地方對我們自己的身體 小朋友只要記住這個就好了 然後它不是有兩個袖洞嗎 我們就把自己的兩隻手穿進來 穿過來了 再穿過來 再這兒呢 最後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 把它翻過來就好 我還戴著帽子的喔 我都可以 我就是這樣 換過來就這樣子 穿好了 小朋友你好厲害喔 好棒喔 那我們回家了吧 可是你沒有穿 就是把這個袖子呢 你還可以這樣自己 先把自己裡面長袖這樣抓起來 然後你更聰明 媽媽都有教 我有念書 好 就把這樣手這樣穿進去 然後呢 這隻手也穿進去 然後呢 你就這樣子啊有沒有 把它這個東西啊 你就整個這樣 放到自己的頭後面 這樣子 哇 所以這一招呢 小朋友一定要學會喔 小朋友如果忘記的話 我們這麼慢慢的 就再提醒他喔 是的 剛剛我們也有講到一招 就是那個安全圍欄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了 那個Chargie呢 坐在這裡 Chargie的新娘 這小孩該減肥 真的啊 你看看 這邊有這麼多的步道 因為尤其是在那種 還在爬的小朋友 或者是剛學會走路的小朋友 你根本不知道他會跑到哪裡去 對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 可能媽媽妳要去做飯做菜了 但家裡面沒有人 幫妳帶小孩子換做飯 就這樣子我們把它圍起來 小孩子保證出不來 那當然你不要覺得 看到這個畫面覺得好殘忍 怎麼要小孩子罰站 或罰座罰跪在裡頭 你可以把它變大OK 就是說整個區域 你可能這個地方 都可以讓小朋友玩 那我們就把健康步道 排外面一排 離廚房比較遠一點啊 或是離廚房門口比較遠 或是房間門口 對… 讓它不要出來 但是門還是給它打開開 另外 小孩子漸漸長大了之後呢 要念書了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第八招 第八招 唉唷 不用訂書機 也不用訂書針 你就可以把你的文件呢 用一個方式給它固定 好 好 我們來看一看喔 比如說你有這麼多的這個 這個 這一定會失敗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呢 我們就先把它折一角 折一三角形 就是這樣折在 你不要擋到 你自己的字的地方就好了 我們給它先折了一個 三角形之後呢 我們就給它撕一個摸 要不然你如果覺得很不好撕 你也可以直接用剪刀 或什麼東西來撕 好不好 這樣子 不是摸 不是摸啦 就是撕兩條就好 兩條 好 用剪刀或者用手都可以 我們只要把它剪成這樣子之後呢 把它這樣子一凹 這樣子 好 凹下來 它就變成這樣子 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了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哇 哇 就訂書了耶 讓你的小孩變成聰明學生 各種孩子在學校用得到 聰明廟招 媽媽們一定要趕快學起來 不要讓它是在起跑點喔 還有 讓你居家更便利的方法 輕輕鬆鬆做家事 不再只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鎖定今天的節目 我們就讓你成為最厲害的 全能主播喔 生活智慧王 我們有什麼方法選下多少錢 傳承到02-27725634 就有機會得到精美的小玩意兒喔 好 好 用剪刀或者用手都可以 我們只要把它剪成這樣子之後呢 把它這樣子一凹 熬下來喔 這樣子 好 熬下來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嗯 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了 你看 你看看喔 你看看 哇 就叮住了 你大力的咬 大力 我大力咬 對 指 大力的咬 指 不會掉耶 是怎樣 好神奇 你看這邊 還是一樣 好得不得了 好棒喔 好棒喔 而且呢 就因為不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那個定書 真的就省價錢了 真的 喔 那麼另外呢 還有跟我文書 念書方面沒關係了 念書提審法 單 所謂的經濟獨立 只要你站著這樣子呢 就可以呢 讓我們自己的整個精神呢 都專注起來喔 一分鐘之後 我們就再回來念書 是的 再來這個我常用 這個所謂的 你放在這個保鮮盒也好 便當裡頭的菜呢 不會亂跑 原來只要它蓋上一個 保鮮膜就好了 另外還有一個 撕大型紙的時候 小朋友比如說要做 學校的必報 還什麼的時候 可能需要這麼大紙 可是小朋友一個人的力量 可能很難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有人幫助他 一紙神功 就可以把紙給他 撕開來 對啊 所以小朋友學這招 可能比那個披木材 來得更懸念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子女求學編喔 欸 密西亞 多多 Good ID 全男主婦一百招 來看看子女求學篇 神奇無刀裁缺法 只要利用一般的縫衣線 就可以囉 先把紙折出折線來 想一分為二就折對半 再把棉線 直接放到這個折線中間 前後多留一點 抓住棉線 請注意 將有神奇的事情發生囉 厲害吧 紙張馬上就一分為二 太成功了 不但簡單俐落 仔細觀察一下 切線更是完美無瑕疵 而大型的紅色蜡指 最需要用這個方法裁切 只要折出折線 將棉線放入 找一個人抓住紙張 自己則是抓緊棉線 稍微用點力 你瞧 這不就切割得又直又快 真是太厲害了 你也可以再裁切出 適合的大小來 只要折一下 再用線拉出裂痕 簡簡單單裁個長條形 這麼一來就很方便寫穿簾囉 而孩子在學校用的大型壁報紙 最好是兩人合力左右開工 一樣可以在不用刀的情況下 才切出最完美的紙張 大家試試看囉 趕快拿出保鮮膜來幫幫忙 只要把它蓋在孩子的便當菜上 就像是這個樣子 多餘的保鮮膜 只要把它塞進邊邊 用飯壓住就可以了 大家看清楚了嗎 現在二話不說 把盒蓋蓋好 又不怕我的愛心便當 變得亂七八糟了 不信喔 做個實驗 看我上下大力的使勁搖個幾下 打開來看成果如何 嘿嘿 這一般的便當是亂成一團 不過蓋了保鮮膜的便當 可就整整齐齐的 厲害吧 有了保鮮膜 便當看起來更加美味 大家試試看囉 一般使用力可白的時候 總是很難乾 要是等不及馬上就寫字 就會像是這個樣子 真的是太美 怎麼辦呢 美 趕快拿出今天的秘密武器 面具 把它一分為二 只取一張 再把它蓋在寫錯的字上面 大家看清楚了嗎 現在 直接在面紙上塗上立可白 別懷疑 直接塗上去 打開面紙 不要動它 等個二十秒就可以囉 你瞧 馬上就可以寫上正確的字 果然是乾得很快呢 使用力可白的時候 因為表面張力是中間較厚 而乾燥速度相對的也比較慢 而蓋上面紙之後 再來塗抹力可白 不僅可以把多餘的力可白帶走 也因為面紙破壞了表面張力 所以中間的力可白不會太厚 當然也就乾得很快 馬上就能寫字 而且更適合塗抹在大範圍的面積 因為平常用力可白 真的要等很久 現在 只要二十秒 馬上就搞定 神奇吧 正確的握筆四指要病龍 掌心要偷 筆跟桌面 必須呈現完美的五十度角 如果不正確 就要拿出橡皮筋來 這就是今天的道具 首先 將橡皮筋纏繞住鉛筆 記得要纏個兩圈才行哦 大家看清楚了嗎 再把除了拇指的四根手指頭套進來 讓鉛筆固定在食指的旁邊位置 這麼一來 只要順手一握 用拇指跟食指抓住鉛筆 就形成一個最正確的握筆姿勢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漂亮呢 小朋友只要利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矯正握筆的姿勢 和寫字專家的姿勢比起來 相似度簡直就是高達百分百了 學寫字時最重要的就是用正確的方式握筆 因為這不僅會影響到字型 還會關係到小朋友的坐姿 媽媽真的要十分注意呢 只要用橡皮筋 就可以讓小朋友矯正握筆的姿勢 大家趕快試試囉 好 現在馬上就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的一隻神功 一二三 好 原來你怎麼卸功夫那麼了得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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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請妳看喔 中心點妳穿過 我想站在她前面 好 只要這樣妳給她 穿過 YES 好厲害喔 那當然我這邊再來一個 看看神厲害 一 妳準備好了嗎 不要失敗 一 二 三 一撕開報紙大美女就出現了 真的 好 妳再來一個 好 只要呢 正對正中心 但當然拿的人很重要 拿的人 她必須把這兩邊撐住 就逼一下 逼一下 逼一下之後我們只要對準 這個表演絕對 成功 成功 真的 YES 這位小姐妳不用了 因為這上面有很多找工作 我最近在找工作 想要pop time就對了 好 看有沒有那種日理保密 不經驗客 所以呢在這邊呢 其實喔就是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那就是 比如說妳想要的這個尺寸 是這張紙的一半的時候呢 妳就先把它折成一半 我們最重要是有那條線有沒有 很整齊的線之後 然後妳再找妳的同學或妳的家人喔 這樣子 幫妳用力的抓住中間這樣把它撐開 好 然後它就絕對會從中間 一撕成兩半 那我們兩個搭配成一組 看可不可以去做表演 好啊 好來 現在是曹蘭在拉的喔 我來 穿 妳一樣對不對 對啊 有沒有什麼妳必須要做的 比如說 往左右兩邊大家開或是什麼 也是需要 要喔 要配合演出 好那當然啦 再為您介紹了這個絲紙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 嘿 在這邊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在居家生活方面 的一些運用的妙招 比如說這一個 打開死結 這個我們家庭都常發現 因為塑膠袋呢 還是會在我們生活之中 可是妳只要打了一個結 又打一個結 到時候呢 這個死結就很難再開囉 沒錯 像這個他們真是對我們太好了 就是妳可能像這種結 妳可能想要這樣子打開它 真的很輕鬆啦 對 不要拉那麼緊的話 妳要那麼難的 所以我們現在 對啊 他們做得不夠很 要做就做很嚴 比如說妳打打就這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難打開 太難了 妳看妳現在結已經細到不行了 妳有沒有聽過我一個 一句話叫 現在就是我們要表演這件事 但是 真的用我們的方法 就很輕鬆的 妳看啊 我們只要把這個 比如說妳隨便抓哪一邊都可以 妳就開始一直轉它 一直轉它 把這條繩子呢 給它轉成一個有硬度的石頭 然後 然後呢 當然我們介紹妳的 並不是一個什麼神奇 三秒立刻的解決 妳這個也是需要花點錢 妳就這樣子 給它這樣戳回去 妳再慢慢給它這樣 這樣戳回去 妳就會發現 因為利用這一個繩子的硬度 會比妳用手在那邊一直撕 或者用牙齒一咬 要來得方便多 所以就是把它變成一根針的感覺 妳看喔 比較硬的感覺 妳看喔 我們現在這樣子的話有沒有 我們就這樣這樣 吐回去 這樣吐 吐 妳可以一面吐啊 然後就一面用這個 稍微幫忙一下 然後這時候它就已經有點開了 然後妳就可以這樣 有… 好滑喔 我幹嘛要把自己這個結打得那麼死 可以 妳已經開了 有沒有 妳看 妳這樣 這樣… 這個喔 這個方法應該 只要不是那個穿衣服的繩子 不是 那個叫什麼 縫衣服的線 對 只要不是衣服線的死結 應該都可以打得開 就是不要細的 綿線不行 釣魚線也不行 好 釣魚線這個實在沒有 要大概縮膠 已經打開了 打開了 再來開好了 好 這個很簡單 一樣的就是 超好用 把一邊隨便妳看哪一邊都可以 把它弄硬了之後呢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穿過去 稍微呢 也可以圈圈來幫忙 就塗過去啊 妳看 哎唷 夠厚耶 對啊 都打開了 哇 都打開了耶 這倒是真的很好用 拜託大家一定要一傳十十川敗 好 所以輕鬆打死結 我們接著來看看是三秒 三秒焦不明顯 OK 這一個只要是 妳在使用三秒焦之前 妳先插上一個後手霜 保護自己的雙手就OK了 好 21招呢是 曾經 其實有什麼方法其實很多種 我們待會兒也會表演一種 真的是我們認為最快的方法 好 那這邊就趕快讓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居家便利的VCR 多多 全能主播100招居家便利篇 塑膠袋新防法 一般這種有提把的塑膠袋 要如何打結 才可以方便手提又容易打開呢 來來來 裝東西時先打個活結 看清楚了嗎 接著這一個提把 要繞過另一個提把 就像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跟上我的腳步呢 現在我們要用這個提把 自己打一個活結 注意咯 這可是今天的關鍵所在呢 繞住另一個提把 自己打個活結 就像是這個樣子 了解嗎 現在再讓妳看一遍 看一般打結時不一樣 我們不要連續打兩次 而是變換一下 利用一個提把繞住之後 再自己打個活結 如此一來 第一個結 本來就很好打開 我們為了穩固活結 利用其中一個提把繞過另一個 再打出一個活結 就像是這個樣子 而想打開的時候 只要拉開被綁住的提把 就可以輕輕鬆鬆地解開 你看 是不是很厲害呢 最後 打開一開始打出的活結 馬上就可以取用物品了 利用這個方法 既可以穩穩地綁住袋子 讓開口不松脫 最重要的是 不會形成難開的死結 不用三秒鐘 馬上就可以把提袋打開來 真的是十分便利 提把上留下的小結 就算不解開 也沒有什麼妨礙喔 首先要告訴你一個穿真的小妙招 在較暗的背景下 針孔看起來比較小 如果是顏色較為明亮的背景 針孔就有放大的作用 所以穿針前先找個顏色較亮的背景 來穿囉 另外 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要拿出 比線還要細小的頭髮 就可以簡易穿針 小小一根就行喔 首先 把線擺放到頭髮上面來 我們要來給它打個結 讓頭髮可以固定在棉線上面 就像是這個樣子 清楚嗎 利用我們細小的頭髮 很容易就可以穿進針孔中 輕輕一拉 就可以把和頭髮綁在一起的棉線 穿進來 真的是太厲害了 再也不需要找針孔穿半天 不用三兩下 馬上就穿好針線 最後只要將頭髮取下 就可以來縫製任何物品囉 一般我們用針頭來穿線 因為有分叉的棉線 就算對準針孔 也很難將它們全數塞入 當然就無法俐落地穿針引線 瞄了半天 怎麼樣也塞不進去 而利用頭髮綁住棉線 細小的髮絲很容易就可以穿過針孔 簡簡單單穿針成功 比一般的穿針法 不僅速度快 更是俐落無比呢 大家趕快試試看囉 去除襪子標籤 襪子上的塑膠標籤 沒有剪刀的時候如何去除呢 來 只要抓住一邊 再用力這樣轉轉轉轉轉 不用三兩下就可以去除囉 你瞧 我們成功了 耶 你知道為什麼甩個幾下 標籤就可以去除嗎 塑膠的標籤在扭轉時 產生了形電與熱能 所以就能斷裂脫落囉 我們要利用的秘密武器 就是平常用來擦拭身體的大浴巾 把它折個幾折 再直接把它掛在釣衣杆上面 下面利用衣夾固定起來 就像是這個樣子 兩邊都要別好才行喔 大家跟上我的腳步了嗎 洗好的愛心毛衣千萬不要隨便曬 如果變形那可就得不償失囉 趕快把它直接披掛到毛巾上面 兩邊的袖子也要放到中間才行 這麼一來我們不要理它 讓它直接接受太陽光的熱情洗禮 大約是曬個半天就可以囉 來看成果如何囉 哇 我的毛衣已經完全曬乾了 而且一點都沒有因為水分而變形 真的是太棒囉 用毛巾曬毛衣果然是個好方法 不相信的話 你拿件一樣的毛衣來做個比較 這一次不要用毛巾墊 我們直接掛著曝曬 等到曬乾以後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來來來 排排站比比看 到底誰才是第一名 這樣直接看 就覺得兩者有很大的差異 更別說把它們疊起來 給你直接比較一下 各位觀眾 眼見為憑啊 地下這件毛衣是怎麼回事 根本就是被水分拉得嚴重變形了嘛 難怪毛衣越穿越大件 真的是太糟了 我們利用毛巾墊在下面 掉掛毛衣 不僅可以讓毛巾吸收水分 加快曝曬的速度 因為毛巾纖維與毛衣卡住 就不會因為風吹而掉落 你瞧 不管我用多大的強風來吹鼓 這毛衣可是穩如泰山 完全可以抵擋住強風清洗 不會掉落下來 根本就是穩風不動 讓人不僅佩服不已呢 如果沒有用毛巾直接掉掛上去 不僅容易變形更會掉落下來 所以一定要用毛巾曬毛衣 才算聰明主婦喔 好 那我們在這邊 我們也趕快再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這一個不用任何的夾子 也不用任何的什麼輔助道具 你只要有衣夾 你就可以掛你的被單 對啊 有的時候啊 被單啊 大浴巾啊 你連有曬衣夾都夾不住 因為現在太重了 而且尤其是有時候有風 你會怕它被風吹跑 還是什麼的 那種真的很麻煩 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到底是哪一招呢 說了不用曬衣夾 為什麼要用曬衣夾 對啊 你看 就是要拿那麼大的才加得去 對 那我們當然不是這個方法囉 好 那月姐 那妳就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妳今天手很漂亮 好… 而且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漂亮的曬衣夾也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我們讓妳的家生活便利無比 相片如何放置相框 一張如何蓋得完美 聰明的主婦 一定要鎖定今天的節目 錯過 保證後悔 你想看屏風表演般舞台劇 作業星辰嗎 酷笑之間帶您走進一身難忘 空前絕後的良心情愛風暴 拨打服務專線 就有機會得到喔 生活智慧王強力徵求 新一代台灣選掌 將車店營養的青菜 結果跪得嚇人 這根本是來不下手嘛 不僅菜價 連油價都跟我過不去 加一次油 我的荷包要是寫多少啊 怎麼辦 現在什麼都要漲 只有我的薪水還是點停板 不能開圓只有節流咯 智慧王要你的省錢絕招 只要告訴我們 利用什麼方法 省下多少錢 傳真到0227725634 就有機會得到精美的小玩意喔 好了 月姐 那你就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你今天手很漂亮 好好好 而且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漂亮的善衣夾 也不需要啦 不需要了 因為我們就不用特別去買了 那只要把這個 比如說被單啊 床單的這個角 拉出來 拉在普通的篩衣架上面 拉出來 往上一點 然後你這邊稍微的 給它一個三角形 好 像你這個鋪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三角形 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這邊稍微這樣子折過來 讓它多出來一點 讓它可以這樣摩擦力更好 然後你看一看 它就會這樣自然開出 哦 那床單你看看你那邊 有 弄好了 你看 你的浴巾也可以用耶 好像一件衣服喔 對啊 你要曬什麼那種 小博被單啊等等 也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它到底是怎麼弄呢 很簡單 我們來把這邊 給大家再來看一下 就是你要曬的時候呢 欸 你就從這邊穿過來有沒有 拉出來 往上拉 然後往上拉之後 你這樣 你這樣子用這個角呢 去包住我們的這一個 衣架的這一個地方 對 有沒有 去包住它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請注意啊 就是我們下面橫的 這一個地方呢 我們要給它 要給它這樣拉過來一些 然後這樣子呢 真的就是可以讓它產生 更大的一個阻力 有沒有 變成一個這樣子的形狀 有 有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把它這邊呢 就往下 這樣子 它就會這樣卡在那邊 嗯 你就卡住了耶 欸 那另外一個呢 那當然是套棉被囉 其實我們有好多種方法 對 我們在節目中 曾經有收到傳真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們 就是全都用捲的 這樣捲進去 還是我們都試給大家看 好 首先呢第一個 最古老的那一招呢 就是它這樣 我們把這個棉被呢 先放在我們的 你要那個 脫的床 這個被單的下面 然後呢 請注意我們的被單呢 是反的 然後呢 就先把有拉鍊那一個呢 是放在上面 然後呢 我就這樣子 把它鋪好 把它都鋪 差不多好了 之後 這一招呢 可能需要比較大力氣 那你就開始 用捲 你用什麼方法捲都可以 這樣捲一秒 這樣 都把它捲進來之後呢 這樣 然後呢 再給它一起呢 捲到 這一個 被單的這一個 拉鍊之中 這樣子 拉鍊 拉鍊 你用反過來 會讓你更輕鬆 就是這樣子 全都讓它一起這樣子 翻過來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就翻過去了 OK啊 我真的懷疑我小時候 我們家裡是賣棉被的嗎 怎麼那麼會套棉被 真的嗎 你家套棉被 對嘛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等到弄好了之後呢 然後 你再抓起來 你這樣用甩的呢 你就可以把它甩好了 但是呢 因為我們接下來 還有兩招要來試 所以我們現在 動作就走到這邊 好 意思就是把它捲進去 再攤過來 下一招呢也是一樣 我們呢就先把 我們的背心呢 棉被的心呢先 放在床上或是什麼都可以 好 然後呢 背單同樣 我們呢也是反的 那這一招是我們測試過 最快的那一招 對… 之前那個 棉被大賽的時候呢 最快的那一位冠軍呢 它是花47秒把整個完成 預備 開始 好 首先呢 就像眼部戴士一樣 我們呢 必須把手呢 放到這個角 就是你那個拉鍊 背面的那個角 好 拉過去 這等我們事後配音 好… 拉過去了之後呢 好 開始喔 10秒 抓 棉被的這個角 好 棉被的這個角 你喔 抖 陪命的抖 好 抖開它 20秒啦 抖 加油 你可以做得到 你全部最後的就是套棉被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你 30秒 這位選手 你千萬不能夠放棄 不管如何 一定要 掙脫到最後一刻 好不好 然後呢 現在已經40秒了 還剩下7秒鐘 那是不可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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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 會去47秒接續 妳呢 會是要 所以妳不就幫我 觀眾看得懂嗎 47秒 可以懂嗎 妳是要4分鐘吧 好 好 妳就開始這樣甩它 好 我快好了 蘭妹 相信我 我一定做得到 我真的相信妳啊 只是時間長短而已 對… 我們透明病有時候加持 不用趕時間 沒錯 我們主婦有的就是時間 沒錯 妳只要做得好 妳這麼快把它做完 妳就不知道該幹嘛了 然後妳看喔 欸 我就已經快做完了嗎 對對對 然後妳看我做完了 又做完啦 妳看 妳看我做完了 耶 妳看看 妳只花了1分20秒 耶 耶 拜託 哪一個主婦可以在家裡面 套棉被 用1分20秒弄完 他們大概都最少花5分鐘耶 而且我那麼累 是因為我之前練習了10次 不對 這就是為您這個介紹的 真的是套棉被的這個妙招 其實另外還有一招 它就是把那個棉被套子呢 就是把裡面的那個棉被 先給它用豆干法折好之後呢 然後把它整個放到棉被套中 再給它鋪平開來 對 大家都聽得懂 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看看其實在居家上面 還有很多讓我們很便利的方法 我們來繼續看的是第二十二招 在這邊掛雨傘的方法 有時候家裡面可能沒有傘筒 有沒有 然後呢其實你就可以用這個衣夾 大個衣夾 然後固定住你的雨傘 讓它靠在 掛在鞋櫃上面 也是很方便喔 那另外有個蓋陰章的方法 你要讓它蓋得很清楚 你只要 原來用一點沾濕的化妝棉 壓一下再蓋一張就很清楚了 好 另外呢還有 如何讓你的家裡面的這個紗窗 看起來可以變成透明 意思就是說你把它塗黑就對了 對 這個是一個視覺效果 這是一個很微妙的那個 對 方法 等一下可以看到我們的影片 那詳細一點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 居家便利的妙招喔 OK VCR 多走 Good ID 全能主婦一百招 居家便利天 相片不亂跑 相框大於相片的時候 一定要準備一條橡皮筋 把相片放到相框中 調整好位置之後 在背面放上橡皮筋 再把背面的板子 直接裝上來 就和平常裝相框沒什麼兩樣 不過這樣 相片就不會亂跑了嗎 讓我左搖搖又搖搖 不管桑七阿蘇一雞類的搖不及相 你看 這不是萬如泰山嗎 你也可以在大相框中一次放個兩張照片 一樣是在背面放上一條橡皮筋 再蓋好背面的板子就行了 相片真的可以固定不亂跑嗎 二話不說搖個幾下 來搖囉 你瞧 果然是乖乖的留在原地 比較一下就知道我有多厲害了 一般的相片因為橡皮筋平滑 所以容易異味 加上一條橡皮筋放置後方 可以產生摩擦力 卡住橡皮筋跟橡框 所以就不會亂跑了 不管你是用多大的橡框 多小的照片 只要有了橡皮筋 果就是有辦法 讓橡皮待在它原來的位置 一點也不會亂跑 這麼聪明的方法 讓你的生活更便利 大家趕快試試看囉 蓋印章的秒招 利用化妝棉和清水 就可以蓋出漂亮的印痕 來來來 化妝棉先沾一點水就濕了 接著我們二話不說 把棉片往紙上輕輕地擦拭 就可以直接蓋上印章了 不過真的有效果嗎 嘿嘿你看 這不就是完美無缺的印痕 看一般那種哩哩浪浪的印痕 真的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你看 比較一下兩點 一眼就看出彼此的差別來了 沾天水蓋印章 果然厲害喲 這是因為 些許的水分沾濕了紙張之後 在蓋上印章時 就會因為水分而使得油墨 可以完全被紙張吸收 當然也就可以形成完美的印痕 這麼簡單的方法 你一定要自己試試看喔 透明紗窗 利用油性麥克筆 就可以讓這一般的白紗窗 改頭關面了 直接拿出我的黑色油性筆 在這紗窗上揮灑一番 不用客氣 就是這樣劃過來劃過去 會有什麼變化呢 你看 我的小臉已經清晰可見 紗窗果然變透明了 讓我比較一下 你看得出來這其中的不同嗎 有圖油性筆的地方 就可以看清楚我美麗的小臉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只要有了油性筆 紗窗就與眾不同了 你看 這是一般的紗窗 而這是我的透明紗窗 差很多吧 一般的紗窗 因為光線穿過塑膠線時 會形成一片光影 看不清楚景觀 而在塑膠線上 塗上黑色油性筆 在光線穿過的時候 油性筆會吸收光線 所以自然就可以輕易地 看到對面的景觀了 不想再面對白白的單調紗窗嗎 趕快把它變透明 多欣賞欣賞外面的世界吧 生活智慧王 強力征求新一代台灣神掌 像吃點營養的青菜 結果是歸能嚇人 這根本是買不下手嘛 不僅菜價 連油價都跟我過不去 加一次油 我的荷包又要失血多少呢 怎麼辦 現在什麼都要漲 只有我的薪水還是潔淨版 不能開園 只有潔流囉 智慧王要你的省錢絕招 只要告訴我們 利用什麼方法省下多少錢 傳真到02-2772-5634 就有機會得到精美的小玩意兒喔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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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幹嘛 就是所有人都要做比賽 而且參賽的人有這麼多 是的 有六位選手 好可怕 那麼當然 我們現在說這個0號先生之外 0號我們只有一根 因為它是麥克風先生 它後面我們已經給它定上這個 三點不動的熱熔膠 三點不動 對 然後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一二號是同組的東西 同樣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所有的單數下面是有熱熔膠 雙數沒有熱熔膠 是沒有的 這個是有的 有的 三點 它這個是四點 然後呢 煙灰缸 我們也是同樣的 單數有熱熔膠 雙數沒有熱熔膠 大家來囉 來看看 登登 來 所有的這個單號呢 都是有熱熔膠 雙號是沒有熱熔膠 那個六號 等一下 你看看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它的這個 重心太高了 所以它很容易掉 所以它就算有熱熔膠 它也不適合參加這個比賽 可是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了 所有雙數的都掉下來了 有沒有 就是沒有熱熔膠 來當作摩擦阻力的 它都掉下來 對 那麼我們把它放到一邊去 接下來我們再來比賽好了 三號跟五號都毅力不搖 沒錯 那我們繼續來看看 誰還更厲害 可以支撐到90度 好 好 對不起 它抖了耶 拜託 現在有70度了吧 拜託 因為剛剛不飽了 因為剛剛不飽了 好可愛 而且慢慢滑 麥克風不飽 遙控器最棒 還有聲音 那個摩擦力是有聲音的 也是我們的答案 應該是大概 這應該是60度左右吧 80喔 75左右 很厲害 好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呢 要跟親愛的觀眾朋友呢 也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是的 那就是呢 其實在我們這個全台灣 知道省錢廟招的家庭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每一家呢 都有不同的廟房 所以我們呢 就來跟觀眾朋友呢 招募一個省錢的秘訣喔 不管是你們家是省奶粉也好 省衛生紙也好 省油錢也好 省菜錢也好都好 那只要經過我們製作單位的路用呢 你傳真告訴我們 我們要送給你非常好的東西 那就是在這邊 這是一個防塵蠻防過敏的 抗過敏的一個枕頭套 然後有這樣子一個防護罩呢 其實呢就可以抗過敏了 對至少可以把你的過敏呢 這個比率可以降低很多 對 所以呢這是一個知名廠牌的 那我相信呢 對大家一定 在睡覺的時候 也會睡個很安心的覺喔 沒錯 那當然啦 今天我們為您介紹的 全能主婦一百招 我們才介紹到二十幾招 還有很多很多 在居家生活中 都可以給主婦帶上 許多的便利喔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現在傳說號碼 聽到都知道吧 聽到吧 還是那一支 雲二二七七二五六三四喔 明天還有最精采的 創意DIY一百招 喜歡自己動手做的人 千萬不要錯過囉